2013高雄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9号盛大开幕 今年共有134支队伍在爱荷竞技挑战总奖金高达130万元的金额 那么高雄市长陈菊到场之后发现男女组的奖金差很大 所以他立刻就指示了明年要提高竞技女子组的奖金 他也预祝所有参赛选手拿出实力夺取佳击 高雄端午国际龙舟赛开幕式 第一支亮相队伍是去年公开男子组冠军中钢队 远从美国来的西雅图龙舟队连续三年参赛 运动热诚令人感动 一出场就获得热烈掌声 队长说参赛选手各个精神抖擞 斗志高昂 高雄市长陈菊到场宣布各组奖金时发现 男女组别奖金大不同 立刻指示明年提高竞技女子组奖金落实两性平等 最高额的公开男子第一名是15万 女子第一名是8万 这样好像不太公平 好像男女有别这样 明年应该男女平等好吗 2013高雄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 共有134支队伍在爱河分组争霸 挑战高达130万元的总奖金 新唐亚太电视林允书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道